今天吃阿尔良黑胡椒的这个鸡腿 然后这个是口馍 这鸡腿我反面已经烤了20分钟了 这是正面 再烤个30分钟吧 旁边这个是蒜 完了这个是红椒 哈喽哈喽 欢迎大家来到肉姐的美食频道 今天我吃的是这些 阿尔良口味的鸡腿 蘑菇 这个是芝士牛肉卷 这边是一个乔麦的凉皮 然后我上面又加了这个豆苗 喝的是小腿 喝的是小腿 就加了加了点蒜 加了点糖提鲜 反正就按照我自己那个口馍办的 好想吃这个豆苗菜呀 话不多说 开凍了 这个是宽的 这个是宽的 这个乔麦的凉皮 配上这个豆苗菜超级好吃 这个豆苗菜可好吃的 你们一定要买点这个豆苗菜 清爽解腻 我看一下这个啊 就是我对它拉丝是不抱啥希望 帮你开看 这个我就是搁空气炸锅 180度5分钟 一般吧 就是它这个外边有一种 买的现成那个披萨饼胚的那个味 然后里边就是有点 那个牛肉馅 这样芝士味 反正就这个味 我估计我是不会买第二回了 来一个我的小口馍 这口馍里边都出汤了 太鲜美了 太鲜美了 我就往里边撒了点那个黑胡椒 然后出锅的时候撒了一点欧芹 蒜 马这个蒜都面糊了 哎呀我天哪像土豆似的 嗯 这不扯当的吗 这个椒肯定是面的 大鸡腿 大鸡腿 鸡腿的肉烤简直是太嫩了 就是里边还带爆汁的 我早上四年起的那个胃小猫 胃小猫之后就在眼上了 哇皮美了 哇 哇 哇 好烫 煎这个蒜口就有点失败了 蒜味都给烤没了 嗯 嗯 嗯 啊 嗯 schlimm 这个巧麦凉皮行 挺整的 没整的 碎碎碎碎的 到夏天吧 就像这样的东西 你叫我就吃这样的东西吧 就没拿他们当主食 就像吃那个什么家常凉菜似的 拿着当那种小凉菜吃了 这玩意就是越吃越想吃 这样数一多吧 还都是自己爱吃的 就不要吃它好了 先喝汤再吃膜 这把烤这些东西的底油是黄油 用黄油烤出来这个口馍更香 把这碗烤掉 这玩意十多块钱 我觉得不太合适 看这瓶多整装 就怕吃什么方便面呢 还有这种凉皮之类的 那种肠大的东西 碎碎碎碎碎碎的 就可闹醒了 好吗 又开始吃的话 但是虫肠的 吃 laughed 是否很不笨 你不笨 很不笨 不懂 不得 是不笨 很不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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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这个烤的时间挺长 就接着烤个这个小黑边 就是我除去买那种摇摆鸡腿 也就愿意挑这种黑边的买 我这里没有响的 对对对没有响的 哇太香了 我这个买的又是那个 就一根骨头那个 就是大腿的最上方那个位置 就这个菜吧 我老前管的叫芽苗菜 我去年的时候吧 自己种过那个芽苗菜 跟它长得可像了 吃这也差不多 不知道他俩是不是一个玩意儿 我去吃和什么 我去吃这些 吃就是材料 我去吃 大腿的 不够了 太多了 不够了 不够了 这箭太好吃了 我都没吃够 OK 是不是美了 看一下 我这有一个视线的盲曲 就是大家看吃播 这个吃的都跟人是平起的 实际上我这底下架了一个高的东西 给它架起来了 就说实话吧 排视频的时候 没有我正常吃饭的时候得劲 多多少少有点影响发挥 这个口磨真绝 它超级西黄油那个味儿 就这个一定要细品 OK 真细两食 继绝浪费 又是一期光盘视频 我们下期见 拜拜 看看我这俩大喊 多懂事 趴着呢